国际新闻则是持续来关注俄乌战争 乌军持续在南部战线反攻 收复了赫尔松多个地区 但是行动细节列为最高机密 乌军这次反攻最大的目标 就是要陆续切断俄军的补给线 同时要确保自己的后勤畅通无阻 还有乌克兰越野车玩家 自愿帮前线士兵收车改车 确保军用运输没有后患 俄军的冰雹火箭炮密集开炮不分日夜 持续对乌克兰进行强攻 造成的破坏不止在战场上 哈尔科夫的住宅区也能看到 俄军火力带来的毁灭力量 遭到火箭击中的公寓内部 一片狼藉窗洞大开 墙壁还有焦黑的痕迹 哈尔科夫这位志工专门协助安置战争 难民找到栖身之处 现在自己住的地方却也遭到炮袭 只好去跟其他志工暂时挤一挤 一起过冬 镜头往东南来到克拉玛托斯克市 这里的公寓住宅同样遭到 俄军炮火破坏 一早民众忙着清理街头 移除碎玻璃跟断掉的木头残骸 当地市长指控俄军动用地对空飞弹 攻击住宅区 幸好没有造成人员伤亡 乌克兰第二大港 位在南部的尼古拉耶夫不断冒出浓烟 乌国当局表示俄军炮轰当地的粮仓 引发大火 延烧两天还没扑灭 乌军在南部阵线大举发动反攻 在赫尔松多个地区取得战果 但是乌国拒绝透露细节 进攻行动全面保密 俄国则宣称守住的阵线 没让乌军反攻成功 乌克兰这一波大规模的反攻行动 究竟能不能击退俄军 夺回遭到占领的土地 关键还是要看西方军援 利用美国提供的海马斯火箭等长城火力 切断俄军对赫尔松聂伯和左岸守军的补给 乌克兰才有夺回师储的机会 同时乌军自己的补给 也必须确保畅通 乌冬这个小型修车厂 由一群越野车玩家组成 俄国清乌战争开打之后 他们开始自愿帮忙 协助军方修理车辆 跟其他的军事设备 许多民众听说后想要帮忙 甚至会捐二手车过来 让他们改装修理 送到前线给乌军使用 军方也固定 找他们合作改装车辆 为战场上增添新的武器 现在他们不仅修车改车 还会负责找车找钱找零件 拼装出完整可用的车辆送上前线 作为乌军最可靠的后勤补给团队 TVB的新闻综合报导 中共二十大拍板 10月16号在北京召开 由习近平亲自主持会议 如果没有意外 习近平将取得史无前例的第三届任期 他跟他的最新领导团队 详信荣交易记者李作恒 好 中共二十大将在北京登场 这时间点将会是在10月16号 北京召开 而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 也将会亲自主持 这一次当然一个重点 就是他能不能够顺利的延续 他的任期呢 那当然主要就是因为 在2018年的修限 取消了限制领导任期这件事情 所以如果没有意外的话 习近平将会是史无前例的 可以在第三任继续的来担任国家主席 不过在总理部分李克强 因为受限宪法的关系 所以可能要暂退火线了 那当然大家就很关注 谁会来接班总理这样的职务呢 现在呢呼声比较高的 包含像是汪洋 以及胡春华 都是大家不断讨论的人选之一 不过大家还是很关注的 是对台政策的部分 预料还是王毅 是关键 因为呢他不受到七上八下 这样子年纪限制的潜规则所影响 所以六十八岁的这个外长王毅 可能还是会虚认 但是即便是如此 未来这挑战还是非常的大 因为中国大陆 他们自己也有一些内忧外患 包含像是清零封城也影响了经济 再来是人民币也创下了两年的新低 还有就是现在美国 也是串联东亚和太平洋的岛国 要来抗中 未来美中的对抗 还是会是一个很大的主轴 东亚这边的局势真的是蛮紧张的 美国跟南韩在距离北韩边界 约这个三十公里处 举行了实弹军演 规模号称历年来最大 而南北韩边界也再度炮声隆隆 这次演习的目的是为了 威辙北韩以及中国大陆 美国跟盟国的平平军演 大陆也参加了俄罗斯举办的 东方2022军演互别苗头 在南韩东岸城市江陵市 试射多管火箭炮 展现美韩联合打击力量 美国南韩两国大规模的实弹演习 相隔四年大复活 历年就在距离北韩边界 约30公里外的南韩爆川市 榴弹炮 坦克 迫击炮 还有阿帕奇直升机都出动 炮弹瞄准山头假想目标猛轰 但实际上恐怕是打给北韩听 主张对北韩强硬的南韩总统 引习岳执政之后推翻了前朝的外交路线 和美国总统拜登有默契 恢复了年年都办的已知自由卫士兵推 只是今年改个名卷土重来 北韩军演回归也让平静许久的南北韩边界城市 重新听到炮声隆隆 事实上今年美韩已知自由互盾的演习范围很广 除了陆军火炮实战 还包括都市站演练 地点选在南部大城福山 包含地铁站内反空演习 还有在釜山体育馆演练画舞和无人机攻击 除此之外海陆部队还在沁上北道进行空降训练 而南韩空军也参与海外练兵 那就是由澳洲主罢的漆黑军演 也有派战机参加 清一色都是和美国盟友合作 回顾整个七八月亚太区军演四期 从环太军演开始 美国与盟友互动更紧密 日本公布了在环太军演 共同演练对舰射击的画面 同时也参加了美国印尼八月初举办的加鲁达之盾 中国大陆看在眼里也来连俄反美 俄罗斯主办的东方2022演习 把一干盟友全都找来 包括中国大陆印度白俄罗斯等宣称 有十国超过五万大军参加 而这也是俄乌开战以后 俄罗斯首次办跨国军演 大陆官媒是一面倒的赞虾 向西方向美国表示 如果在周边任何一个区域 发生类似的俄欧冲突的这种事件 俄罗斯宜有能力执行各种作战任务 这次的东方2022从9月1号到7号 会在俄罗斯东部7个军区展开 地点包括俄祸刺客海 以及日本海的水域 大陆更是陆海空三军全面投入 说要全面练兵 针对美国批评这场军演 是中俄合谋反美 大陆外交部反抢 美国打着西太平洋地区稳定的幌子 赤裸裸的试图以台制华 这何谈与中国无关 与中美关系无关呢 大陆批评美国指控中俄联手 根本就是自己对号入座 不过中美各自抱团呛瞎 已经让整个亚太区遍地式地雷 TVBS新闻综合报道 请支持一个专门报道 国际新闻的全新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扩大视野掌握趋势 请订阅并开启通知 小铃铛 小铃铛